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打算去NPK 就是政府部门去了解一下 申请那些摆摊的制造 然后到时我要给大家了解 就是如果摆流动的 到底是怎么 那个手续 或者是我们也打算在巴斯玛兰那边摆 所以到时再给你们知道 给你们了解一下 到底我们这里的申请手续 那些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就来到班町的NPK 我来到马基斯本巴拉兰 本巴拉兰 你没我就不拍了 回到家了 最主要呢 要申请那个资料 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有打算想要摆摊的 那么我们先说啦 OK 我们说那些巴斯玛兰 就是马来西亚的夜市吧 那么现在我讲的是关于我们这里 就是这个区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区都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来先讲 如果假设我们在那些夜市 就是政府的那些夜市 我们叫巴斯玛兰那夜市 那么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去申请你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好那你们可以看一看 等一下 好你们看一看这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照片 需要三张 就是假设你是老板 你想要去摆夜市 这样你的照片需要准备三张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身份证 复印件 需要复印一张 还有你的公司的注册 假设我们马来西亚做生意 我们一定有注册公司的嘛 register of company 那么我们通常是跟那个SSM 那边去注册的 那个需要复印出来也是 如果是个人的应该是三张吧 OK 那个也需要咯 还有 你的那一个 照片就是你做的生意的照片 那个需要一张 OK 这个是这个最主要的 你们要准备的 好 然后准备好了这些文件呢 你们就可以去当地的 这样像我们现在是在办定 OK 这里的话它会有很多个市局 就是月市的 包括巴萨玛兰 巴萨玛兰 巴萨玛兰 这一边你看有那么多 还有巴萨巴萨 巴萨玛兰 巴萨玛兰 这些都是 那些 早市的 或者是月市的 有那么多 可以去选 看你要在哪里去摆 当然现在我只是试试看而已 所以我会找一个地方 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那边去摆 然后呢 你们可以再看一看 这一个 萨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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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个他有权利 叫那个有权利把你的那个执照取消掉 第三个是这样讲 如果有不同的理由 他们就是假设你违法之类的 他们有权利这样做 就是有权利取消你的执照 至于那些如果你想摆摊 在任何地方啊 其实是不冷的 不能那么摆 他这个本加价 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9个meter的心本加价 你必须要不能靠近那个路的9个meter 9个meter就是蛮大的 这些我不讲 因为我们不是摆在那一边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讲 这样你不可以摆 在很多个地方都不可以摆 除非你substract的来生意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生意 如果你想要申请这些执照的话 你必须要了解清楚 到底你有因为之前我也没做过吗 我也不知道吗 所以想啊 其实做生意应该蛮简单的 在什么地方摆都可以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我不是要做那个carboard吗 然后去问他要申请那个执照和carboard的有没有 当然在我们这边是没有啦 不过我不知道在你们的那些地方有没有 就是我开我的车尾箱 然后过后直接卖东西了的 那个在我们carboard 我们carboard 这里是没有这个执照发的 他们有那个执照是你必须要做proposer 然后你不是你一个人 有个人是一群人 你月十个啊八个啊 然后在一个地点啊 然后你需要写建议书给他们 然后他们才会批 批了过后你才可以摆 而不能够随随便便 开一个车尾箱 然后就在那边摆了 这个是不允许的 这个我也问了啦 啊 当然现在如果这个不允许 我们只能找那些 呃 真的是啊 可能是私人的领币啊 或者是找那些 比较 他们搞活动的那些地方 然后去摆咯 这个是允许啦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啦 你必须要申请那个执照 有啊 然后才可以啦 当然一个人的执照 他不给的嘛 很奇怪 所以 呃 也没关系啦 反正了解了就好了 那接着下来呢 有可能我 那个车尾箱 那个市集 我们如果要摆的话 去找那些 已经有得到那些 然后他们在 找着那些摊足的啊 我们就过去了 不然的话 我们只能摆那个 巴萨玛兰咯 啊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 呃 做巴萨玛兰 啊 你们可以跟着 当然这个是 瓜拉 啊 拉纳的 这个地方 呃 把巴萨玛兰需要准备的东西 其实也不多啦 东西你准备你的 IC咯 身份证咯 你公司的注册咯 然后你所卖的东西的照片咯 呃 还有要最最重要是三张 你个人的那个照片 passport的那个 个人的照片 那个要三张 然后接着下来 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因为今天我过去 我只需要拿那些 放回来 就拿这些放回来啦 然后明天再真正 试试过去跟他拿 那个来信 刚刚我也过去拿给他看啦 那些知道全部 我就给他看啦 他说应该没有问题啦 所以明天我会再过去那边 再拿那个来信 然后到时摆在什么地方呢 我再跟你们讲 再给你们知道咯 我在什么地方去摆那个月室 当然我会选 目前我应该会选 靠近我这里的吧 比较华人 比较多的地方 啊 那边来摆啦 有可能第一 第一个地方我会摆的 应该是 tungeon support 就是在我们这里的tungeon support 就靠近半定的啦 靠近我家这一边的啦 然后去试试看 去摆一摆那边 然后看一看那边的人潮 到底多不多 啊 所以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 记得按赞按订阅 还有转发我的视频哦 陆陆续续 我们如果遇到什么 接着下来我遇到什么问题啊 遇到什么困难啊 我也会在我的视频里面去讲啊 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一起 呃 不是讲一起吧 啊 如果你有想要摆 pasa malam呢 你就要留意我这个旁边啊 不管是pasa malam 或者pasa bagi 啊 当然我们做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 我有拿到这个执照了 然后我去做 我们就安心了嘛 对不对 不然等一下啊 我们摆也摆得不安心 等下那个mpk来 是mpk的人来 就是示意会的人 他们来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当然我也奉献过 如果你有执照 你才去做生意会比较好啦 毕竟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不要去违法 等一下 生意没做到 还要中 超三半 就是中罚款 这些不好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 他们没有执照的 那直接下去 直接把你的货搬完了 你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当然我们做生意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那个 执照 全部东西申请好啦 好 我们再去做 这个我是指的是做摆摊之类的啦 当然 我们 其实也可以在shopping center 里面啊 种种的 去做这些 去租那些counter 当然那些是私人 私人的 超市啊 这些都可以的 只是我现在讲的是 如果你要在好像马路边啊 这些摆摊啊 你一定要注意啦 必须要去 政府机构里面去申请 申请好了 过后呢 你再去摆 因为我曾经有问过一些人 他们没有类似 他们摆 他种那个3万 做那个罚款 其实不少钱的 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啦 刚刚我也没问啦 明天我去缴费 我去申请的时候 我也会大概问一下 然后再给你们知道 好吧 那今天我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记得按赞订阅 转发我的视频哦 给更多的人知道 如果要做生意 千万不要乱乱 没有类传 就摆就卖 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要摆在政府的地方的话 你必须要去问清楚 过后你才来做 因为我看到晚上很多人 他们讲 不需要的啦 你没有 一个地点 你去时都可以摆 就是这样子的 必须要 依法 来做生意 这样的话 你也做到安心 钱也赚到安心 对不对 好 那我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拜拜 下个视频再见哦 下个视频